以光为美,万物有盐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来到光严万物线上研讨会的直播间 本期会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Melo Systems公司 应用工程师台昭阳博士为大家做分享 台博士从事超稳激光器的研制 以及光学频率书相关应用的研究 本期课程分为基于光输的激光系统中的净化石 如何评估光输性能 FC-1500 Quantum在四光中中的应用 超稳微波源的产生产品演示六部分 Melo Systems超低噪声同绿书技术结合先进的CW激光器 可以把光学参考员的光谱纯净度 传递给所有锁定在光输上的CW激光器 这样的系统非常适用在光中对比 或者量子实验中 因为在这些实验中 通常需要长相干时间的激光器 作为光学频率书的先驱和市场领导者 Melo Systems将在光输网络研讨会的第二部分 介绍FC-1500 Quantum 它是一个可以用于光中和量子技术的完整激光系统 应用案例包括了那些最需要的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Melo光输网络研讨会的第二部分 在开始今天的报告内容之前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Melo公司 Melo Systems是在2001年成立 从马普量子光学所分出来 总部在德国慕尼黑 在美国和日本也有分公司 那中国的分公司呢 今年也很快将会成立 Melo因为光学频率书技术而闻名 那Melo的创始人呢 汉史教授在2005年 由于对光学频率书技术的发明和精密光谱学的贡献呢 分享了200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Melo公司的CEO和CTO呢 也是汉史教授的两个角色 Michael May和Ronald Horowitz 世界上第一台光学频率书 就是世界上第一台商品化的光学频率书 就是在公司刚成立的第一年 由Melo推出来的 这台FC8003呢 是基于太宝石的一个震荡器 一个固体的震荡器 那可以看到呢 太宝石的震荡器 它占地的这个面积还是比较大 而且呢 它的这个锁磨状态不是特别的稳定 那因为这些原因呢 Melo在后面开始自发 自己研发光纤的这种非秒激光器 那特别值得一提的呢 是在13年的时候 Melo推出了这种小型化的光纤非秒激光器 基于Melo自己的飞个耐的一个锁磨技术 那这个激光器有多大呢 大概是一个移动硬盘这么大 基于这种的震荡器 我们把它集成在这么一个19寸3U的机柜里 把所有的光光电的设备都集成在这样一个机柜里 就做出了一个可以说是最小的一个小型化的光束 Smartcon 那今天的报道除了我是主讲人之外呢 我们还有心邀请到了三位专家 他们分别是Melo光束部门的产品经理 Duck Schmidt博士 Melo中国区的负责人周普博士 还有Melo中国的销售经理杨海东先生 欢迎大家就是在我说的时候 就可以在那个讨论区里和三位来互动来提问 如果想用英语提问也没有问题 因为Duck也可以看到 还有呢就是说 您提的问题也不用担心没有回答 因为在这个研讨会完了以后呢 我们还会收集所有的问题 后面我们会一一用邮件来给您一个一个确信的一个答案 好那我们今天正式开始今天的主要内容 基于光束的激光器系统 以及它在光中和量子技术中的应用 大概分为这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一下基于光束的激光系统 它的一个原理 第二部分呢 说一下在就是中 特别是光中的一个进化 一个历程 第三部分介绍一下 怎么来评定光学评定书 第四部分 有一个视频的一个演示环节 演示一下Melo的超低向的光束 第五部分讲一下Melo的FC1500Quantum 也就是这种基于光束的激光器系统的一个整套的系统 它在四光中中的一个应用 第六部分再讲一下超稳微波的产生 那在后面的内容开始之前 我们先回顾一下光束的一个原理 光束的原理呢 主要是要抓住光束的公式 就是这个Fn等于N倍的F2加上F0 它在这个公式呢 是主要是说的是频率的一个一个数债的情况 那对应在10域呢 光束它是一个脉冲激光器 它脉冲的重复频率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脉冲的一个周期呢 就是重复对应了重复频率 脉冲的一个载波和包络之间的一个相位差呢 对应了就是初始频率 或者叫做载波和包络相移频率 那不用公式 因此呢可以不用公式也来定义一下光束 可以就把光束定义为一个重复频率 和载波包络相移频率 都稳定住的一个脉冲激光器 那这边呢 是对光束的一个很形象的一个 它的一个意义 以及它的一个应用的一个解释 这个图片呢 引自三位大佬 三位光束的一个光束界的一个大佬 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标题叫什么呢 叫做光学频率书相干的统一起了电磁波谱 那么这个其实也就是光束它的一个 一个意义 为什么它意义这么重大 以及它怎么来应用的一个指南 那这个图片呢 很形象的表示出了它光束的一个作为 一个电磁波的一个齿轮组它的一个应用吧 比如说它可以统一起来这些离得比较远的光频 并且可以把光频和微波都给它联系起来 那基于光束的这个特点呢 我们可以把很多台的这个CW激光器 从实用光束来给它作为一个参考 那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首先呢 我们把光束锁定在这样的一个超稳激光器 一个亚赫斯的一个超稳激光器上 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需要用到的这些 之前它的线宽比较宽 但是就是没有达到亚赫斯 这么一些单频的激光器 给它锁定到这个光束上面 这样这些单频的激光器 也就拥有了一个超稳激光器的 一个亚赫斯的一个线宽 那么这个过程中呢 有两次的一个普纯精度的一个传递 第一次呢 从这个超稳激光器传递到了光束上 光束被稳定住 第二次呢 从光束传递到了这些 锁定到光束上的CW激光器上面 这些CW激光器也得到了稳定 有了这些线宽特别窄的CW激光器上 CW激光器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用到 用到其他的 您的这个很多的高端应用里面 那这些应用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光学原子中 光精格中 比如说量子操控和传感 其实也就是量子计算 那还有呢 就是精密光谱的一些应用 因为这两个后面还会提到 那精密光谱呢 它包括了对于基本物理 常量的一个测定 看它在这个很长的时间里 在几十年 比如说 它的基本的 我们知道的这些基本物理常量 会不会飘移 还有包括反清 它的光谱的一个测定 还有比如说质子半径的 这个谜团的 这种测定 都可以用到这样的一个激光器的系统 那在说光中之前呢 我先简单讲一些这个中的小故事 就是那我们现在的中当然是非常的重要的 不仅在日常的生活中 在导航呀 在通信里都有 都需要用到一些比较精密 比较精密比较精确的中 那么在过去的时候 时间重不重要呢 这个中重不重要呢 也非常重要 而且也已经用到了导航里 在早在这个17世纪 18世纪的时候 那中就已经用到了导航里 它用它具体的来说呢 它是用在了一个 它在航海里 在这个精度的测定里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展开说这个一个 展示的一个环节了 总结一下呢 就是说 这个需要用到中 时钟和太阳高度 和正午太阳高度的一个 相对的差异来确定 到达的这个地方 它的一个精度 那用这个办法 其实就当时这个乔治哈里森呢 约翰哈里森呢 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 精度的问题 那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没有提到 刚才 因为这个钟 在乔治哈里森 发明这个 很好的这种航海钟之前呢 航海的时候用的钟 是那种钟摆 它钟摆放在船里面 它受到颠簸的影响以后 它就走得 走得不准 那么哈里森 在发明了这个 Model 4这种C-Watch 以后呢 它用到一个弹簧结构 发明了这种机械 机械式弹簧结构的一个 一个钟表 那体积也是比较的小 放在船里面呢 就解决了这个精度问题 这个是一个钟的进化的 一个过程啊 除了刚才提到的钟摆 以前呢 还有这种 可以看到公元前 三千五百年就出现了日轨 之后出现了百钟 近代呢 出现了机械钟 以及石鹰钟 原子钟的出现呢 是近几十年的一个事情 所有的这些钟的进化的过程呢 其实可以总结成 就是他们的一个 一个震荡频率的一个提升 那我们以石鹰钟 微波色钟 以及四光钟 来对比一下 那石鹰钟 它的一个震荡频率 是在33kHz左右 色钟 它的震荡频率 是在9.2kHz左右 而光 四光钟呢 它的震荡频率 是在430kHz 那随着这个震荡频率的提升呢 我们把秒分的 可以越来的越细 那因此呢 我们得到的乌马率 会越来越小 也就是说 它的频率不确定度 可以到达一个更高的水平 那可以看到光钟 已经到达了低的 负18次放量 让我们进一步来对比一下 这个微波钟和光钟 都是两种原子钟 那可以看到光钟 它的一个随着时间的变化 我们研发出来的光钟 它的一个不确定度呢 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可以看到 在近些年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一个-18 甚至是一个 进入了-19次放 这么样一个量级的 一个不确定度 但是呢 现在的秒定义 还是基于微波种 在1967年的时候 我们用色原子 它的一个月线频率 来定义了这个秒 而且呢 目前秒定义是由 就是说这个协调世界时呢 是由500台 微波钟来 来共同的来加选 来产生的 那我们相信呢 随着技术的发展 光钟在未来 也会参与到这个秒定义之中来 那说起光钟呢 就需要介绍一下它的原理 那光钟的原理呢 是这样的一个示意图 首先我们用一个激光 用一个中激光 去探测这个冷的原子团 可以是一个冷离子 或者是一个冷原子团 然后呢 我们探测到这个 一个比如说一个拉比光谱 然后探测到它的中心频率 之后我们可以 根据探测到这个中心频率 以及中心频率和 这个中激光之间的一个误差呢 来反馈去调节这个中激光 使得这个中激光呢 我们锁定在这样一个 月线幅线的中间 那光输在这个里面 是一个什么作用呢 它其实我们这边列举了 其实有两个作用 一个就是它光输 是一个clockwork 就是齿轮的一个作用 因为刚才也看到了 那个光输有齿轮的作用 因为呢 这个光钟它的频率 我们没办法用 没办法来探测 也没办法知道 它是它的月间频率是多少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把它用光输 把这个中激光 用光输分频到射频 分频到射频微波 我们来探测到它的一个 来探测它的频率 再用当然会用到一些技术器 一些其他的综合的手段 来把这个频率 把这个光钟的频率来测出来 另外呢 其实光输现在还可以作为一个飞轮 来使用在光钟里面 待会我也会提到这么样一个用 那光钟现在有没有什么 比较贴近实际的应用呢 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 是东京大学的卡托里教授 他们在东京塔 不是东京 就是东京的天空树上面 做的一个实验 当然这个实验也是有门门落的同事 参与到其中 这个实验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在东京塔的塔底和塔顶 分别放两个光钟 那根据广义相对论的 引力红一的效应 那在引力势能 根据引力势能的不同 那时间的流速是不同的 引力势能越大的地方 时间流动的越慢 引力势能越小的地方 时间会流动的越快 所以我们会观测到塔 塔顶的这个始终走得更快一些 那最后的结果呢 确实是验证了 广义相对论的一个预言 而且是在很高的一个精确度上 复合了这广义相对论公式的一个计算 这个两个钟 塔顶的这个钟 快了21.18赫兹 那折合成这个高度 就是海拔高度呢 是正好是450米 那最后我们也用其他的手段来测了 这个高度确实是450米 这些手段都复合的非常好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光钟 来通过和广义相对论的这种引力红一的效应 来测 两个不同地方的一个高度差 那其实基于这样的一个原理呢 我们 可以测到什么水平呢 因为现在的光钟已经到了-18次方 所以 对应一的 一程式的-18次方 这种高度差可以测到一个一厘米 一厘米这么小的一个高度差 可以说是已经和其他的一个测高手段已经非常的接近 那除了测地学呢 这种非常 怎么说非常炫酷的办法也可以用到 其他的一个科学探索里面 比如说暗物质的探测 再比如说引力波的探测 都可以用到光钟 以基于这种广义相对论的办法来做一个探测 非常的激动人心 那另外呢 在美国基拉实验室 液菌小组 他们在追求更高指标的一个光钟 可以看到他们现在的光钟已经达到4.8成10的-17次方的一个秒稳 那这个实验主要是由基拉的液菌小组来做 来做的 然后PTB PTB和MENLO也参与其中 那这个具体的一个实验结构图是什么样子呢 这边主要说一下这边的一个中激光的一个系统 那也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光输结合中激光 结合超纹激光 两个超纹激光作为一个光钟的一个飞轮的作用 那这边因为四光钟的它的越线频率是中激光的频率 它是在698纳米 但是这个698纳米的中激光呢 它还不够好 那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最好的超纹激光是在1542纳米 基于这样一个超低温的硅枪的一个超纹激光 可以达到4成10的-17次方的秒稳 这样一个很好的指标 那我们在用MENLO的一个超低向道的光输 把这个1542纳米中激光的一个稳定度 传递给这个698纳米的预所定的这个中激光 这样呢 这个698纳米的中激光 也就获得了1542纳米 这个硅向超纹激光的一个稳定度 因此呢 可以使这个光钟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稳定度 那光输在这个里面会附加多少额外的这个不确定度呢 这边是光输测量的一个结果 在一秒的时候 这个不确定度是在低的-18次方量级 那进入1000秒呢 这个不确定度已经达到了进入了-19次方量级 怎么来测的呢 就是你可以说光输啊 你可以说你的光输啊到了-18到了-19到了-20 那么你的方法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严格的测试方法呢 那在门楼我们采用最严格的一个光输和光输比对的 这样一个环外的测试来评估客户带出厂的这个光输 比如说这边是客户带出厂的这个光输 那这边我们会有一个参考光输来和他进行一个拍屏的比对 怎么做呢 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我们这两台光输呢 锁定到同一个这个1542纳米的门楼的一个超纹激光上面 然后呢把本来两台光输它的重频也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呢 我把另一台光输的这个CEO和他的光频锁定的一个频率 同时移动上一个10兆赫兹 这样在这个重频还是一样的情况下 两台光输的这个输尺呢 也正好是岔开了10兆赫兹 这样我们在客户需要的这个波长 比如说698纳米隔了非常远的一个地方来测试这个光输的一个引入的噪声 那我们的测试分为短吻和长吻的一个测试 短期稳定度的测试呢 我们是用相位噪声测量仪就是相当测试仪来测试的 对这边是一个动画来演示一下 怎么 这个一个拍屏的原理介绍 来告诉大家这个拍屏 为什么可以让光频的这个噪声来下边频道射频 那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台光输的输尺 这个是两个输尺的一个信号 因为输尺它单根的输尺 它看起来就是一个CW 所以这个如果有一个输尺 它有相位噪声呢 最后会反映到这个拍下来的这个拍屏里面 这个拍屏的黑线 它是一个载波的一个频率 这个红线的它是包落 这个包落就是我们最后会在探测器上看到的一个拍屏 就是这个时照信号 那么最后其实如果我们再有一个时照的参考信号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误差信号来提取出来 最后再来反馈来得到我们最后 闭环的一个控制的一个效果 那上面的这个动画呢 可以用下面的这个三角函数来表示一个 和插画机的公式 那这个两个频率呢 两个光频呢 最后可以通过拍屏变到射频 变到一个很低的频率 然后呢 它的相位噪声呢 也可以被完整的来探测出来 那最后再把这个时照信号 插到这个相当测试仪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功率谱密度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测试结果 那这个测试结果是什么意义呢 就是比如说这个单位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代表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噪声和时照的这个载波信号 它的一个功率的一个比值 那这个C呢 就是carrier的意思 这个db呢 是因为我们这边是 是用对数来表示的 -60db呢 就是表示这个噪声 在片里露说了一个 就是这个谱呢 它是根据这个噪声离开载波中心频率的一个远近来表征的 那这个1赫兹天频的地方呢 它的相比噪声 那这边就是光输光输比对的一个长期稳定度的一个测量数据 那在1秒的时候呢 这稳定度是达到了低的-18次方量级 3x10的-18次方量级这么一个水平 那在1000秒的稳定度的时候 1000秒的时候呢 也是进入到了-20次方量级 那这个稳定度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刚刚才说到了 液晶实验室的四光中 是目前最好的四光中之一 那么我们光输呢 它的不稳定度比这个四光中的不稳定度呢 好了有一个量级之多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宣称就是 把门路的FCE500跟UN plus 可以完美的用到这个四光中系统里面 那其实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长期稳定度 它是受限于光输的一个 这个环外噪声 那么 可不可以更进一步的来 就是一直这个长期 把长期稳定度来改善呢 去年的时候门路也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是用一个相位探测器 也就是相位剂 也就是无死区时间的一个频率激素器 来探测这个环外的一个 POP模块 包括放大器 高飞线性光纤 还有背频等等 这些这些模块引入的一个噪声 然后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探测器 把这个探测出来以后呢 可以可以在最后的测量结果上 在数据上来补偿 或者说我们更进一步的 可以通过某个反汇端口 把这个环外的噪声来给它进一步的消掉 OK 那上半场的这个 这个讲解就先到这里 我们这边来 来放一个 一个门路的一个真机的一个产品演示 那第一次这个webinar的时候呢 我们说到这个光输用来测评的话 它可以有两种办法 一种呢 是基于波长剂的一种办法 波长剂和加光输的一种办法 我们也在第一次的时候 给大家演示了 用门路的Smartcom 来结合波长剂来测评的一个办法 那这一次呢 我们来说一下第二种办法 就是直接用一个光输大范围的来调重频来 直接把可以把CW激光器测出来 而不需要再加一个波长剂的这样一个办法 那下面有请我的同事 门路光输部门的技术经理 Max Millian博士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样的一种方法 我们现在在这里 So hello everyone I hope you're enjoying the webinar Since Doug explained you the ultra-low noise com on the previous slides I will now show you the system in real life So let's start with the optical components on the base plate So here we have the figure nine oscillator with the pre-amplifier Beside this we have the F2f interperimeter to generate our ceo beat and here on this side we have a beat detection unit to generate a beat between our frequency comp and the ultra stable cw laser beside this optics we also have an electronics rack and there we have our pc our laser and amplifier control and our devices to lock the repetition rate and the ceo beat and finally we have here our touch screen to where we can have our software to control the comp and also remote control of our locking devices for ceo beat and the repetition rate and we have here our usb rf spectrum analyzer and oscilloscope so you can see your full comp here with the pc so what do we see here on the upper left side we have the free running ceo beat and here on the upper right side we have the beat of the free running comp versus our cw laser and from this free running ceo beat we can learn a little bit of the properties of our free running comp and to do so we take this cw beat and give it to our high level state of the order f spectrum analyzer and see what is the line width of our system so because the ceo beat gives us uh and gives us the intrinsic line width of the system and you can see here we have again a decent signal to noise ratio and on a logarithmic scale our beat but to get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line width we change now to the linear scale and you will see we have a span of 500 kilohertz so this means one device is about 50 one division is about 50 kilohertz and you see that we have something about 25 kilohertz so we know that our system has an intrinsic line width of 25 kilohertz so what we now do we now lock our system so we activate the ceo lock and you see the ceo is not free running anymore it's locked to an f reference and we will do the same for the repetition rate we activate the lock and now our comp is fully locked to an f reference and so let's therefore have a look at our cw beat as you remember before we saw the cw beat between our comp and the ultra narrow cw laser and again what you see here this is the cw beat and it's quite stable so it's not changing its frequency because all of our combines are locked and so there will be no change of the center frequency and again you see the frequency you see the line width which is around the 25 kilohertz and this is and in this configuration you can do a lot different measurements like measuring the cw frequency and what if you want to reduce the line width you can also apply the optical lock this means we will not lock our comp to our f reference we now will profit from a good cw laser and lock our comp on this system and to do this it's quite simple we unlock the system we load the optical lock settings and activate the lock and then we see that the line width shrink down to yeah that's a good question to what so let's have a closer look here we again go back on the linear scale and we have again the span of 500 kilohertz and we see here that we have a resolution that we are limited by the resolution of our spectrum analyzer so let's increase the span let's go down to from 500 kilohertz to 10 kilohertz and then even we see here that we are still limited by the resolution of the spectrum analyzer so let's go further down let's go down to one kilohertz but again the same situation so let's go down the thing the possible lowest possible resolution here is down let's go to 10 hertz and then even here we see that we are limited by the resolution of our f spectrum analyzer and this means with our when blocking to an optical reference we can achieve that every um combine has a subhertz line width and our frequency comp is now optically locked and the the next step we want to do is to find out the science of the ceo and the cw beat and we can do this during the optical lock to explain this i will use our ultra stable cw laser and our frequency comp during the optic lock we have two fixed points one is the ceo bead and the other one is the frequency between the ultra stable laser and the next component here you see that the ceo bead is at 35 megahertz and also the cw bead is also 35 megahertz so what we will do now is that we increase the lock point from 35 to 36 megahertz and if the cw laser would be here on this side you see that the 35 megahertz increase and you see how the repetition rate would go down if it would be on the other side then we would have the 35 megahertz increase it to 36 and then you see how the repetition rate increases so by changing the lock frequency between the ultra stable laser and the next comp mode we can identify by looking at the repetition rate if we have a positive or a negative cw beat so this is what we now do so we have here our optical lock we go to the synthesizer go to the 35 megahertz and we now increase the lock frequency and if you look at the repetition right here we see that the frequency is going down so this means we have a positive cw beat then we go back and you can also see then let's do the same for the ceo beat go to the synthesizer go to the 35 megahertz change the frequency increase it and we also see that a repetition rate is going down so this means we have also a positive ceo beat and due to the behavior of the actor as we know we also set our settings in the lock devices that way that you just easily can look at the sign here of the locking electronics and to find out the cw beat and ceo beat you don't have to do any determination you just look at the home screen of your locking electronics and it tells you that you have a positive or negative sign of the ceo and ceo beat and since we now know how to determine the sign of the ceo beat and the cew beat the next step will be to determine the mode number to do so we need to do two or more measurements so let's start with this first set of measurements so we have now the ceo beat and the cw beat locked and let's now measure the repetition rate for this we can just open our recording software start a measurement and measure roughly 30 seconds okay so the first measurement is done and to get a second measurement we must now change the repetition rate and to change the repetition rate we will first unlock the lock to optical reference we will then move the stepper motor by 20 steps this changes the repetition rate of our frequency comp and then we will activate the lock again and then we have our second set of measurement again here we will make you can also see that the rotation rate changed and now we make a second measurement and again wait 30 seconds okay so that's the second measurement and as i told you there would be more measurements would be nice so you can repeat a third fourth fifth measurement by strongly changing repetition we have done this and now we have the three set of measurements and then we can use our mode number fund mode number finder and to enter this values and then we will get out the cw frequency of our cw laser and also of course the mode number so we have this script here and i will also record this window when and so you see we have three measurements so the first measurement we were typed in and for the second and for the first and second one we still have to enter the values so let's record this one then we have our first measurement was measurement one and we have here our first repetition rate we have to enter the good thing is since we know that our co and cw they were locked to 35 megahertz and we know that we had a plus so we don't need to care about the co and optical beat frequency we just and have to enter the frequency here so that's for measurement number one then let's go to the second measurement load measurement number two and so here we have the second repetition rate average so we have typed in our three sets of measurement the next thing is so we know roughly the frequency for our cw laser is here 1542.1 nanometer and if we say just in terahertz is 194.4 terahertz so our search range is plus minus 100 gigahertz and the assumed optical precision is how strong would the cw laser drift during the measurement here we have a ultra stable cw laser so it won't drift very much so therefore we have now set all parts here we can press compute and then we see we get different solutions and you see the probability here is close to one the other one are by one percent so here we can find out our mode number s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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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x zero six and our optical frequencies nine 194.4 terahertz and so on and here from the df max we know we have something like 13 kilohertz deviation 好的那这个视频放到这里那刚才后台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把这个 音量提高一点我把声音放大一些好那我们接着讲下面的内容那基于光输的这个激光器系统呢 嗯闷落也推出了一个全套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那这边有三个机柜这么这么大小的一个这个整套的系统 最右边呢是一台超稳激光大概也就不到一米啊那半米多的高度那这边一个是光学的机柜里面有啊光束的光学部分啊以及啊其他的一个锁定到上面的cw激光器这边是一个电穴的机柜 那这一张是一个更详细的一个介绍了那我们主要说一下这个光学部分那光学部分呢 它有光输有放大器有破普单元以及啊拍屏还有七台的这个ECDL激光器和两个的锯形放大器啊还有当然还有啊这个背屏的部分 以及啊这想强调一下这边还可以加一个这个微波产生的一个模块 那后面我最后在最后一个第六小节的时候我也会介绍一下这个微波产生的模块 也是有相关的那为什么是七台那个CW激光器呢因为这边它客户定制的系统是为了做这个思光中的一个工作那这七台的一个CW激光器的波长以及他们的功率啊在这边都有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 那为了针对这个系统呢光输它的破普模块这些相应的波长也是做到了一个啊优化 那这些包括698813689等等这些波长这些波长的破普模块呢都是把它的主持的能量提高到了一个最大来获得一个最好的拍屏和锁定效果 那最后这个呃这些CW激光锁定到光输上以后的呃效果怎么样呢这边是一个测试那上面这个呢可以看作是一个FC1500Quantum的一个呃系统 还有光输有光学参考有中激光那这个中对于这个中激光的测定呢我们会和啊这个参考光输来进行一个拍屏来得到一个拍屏拍屏信号 那最后得到的这个拍屏信号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这样这个是在频谱一上测的因为啊受限于频谱一的一个分辨率带宽 所以是只能测到一个分辨率带宽的一个效果也只能知道这个拍屏是小一核子 正具体的呢我们可以用啊频率激数器来测它的一个稳定度那这边是一个稳定度的结果在一秒的时候呢是7乘时的-18次方的一个秒纹那如果您还记得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个 光输光输比对的结果啊是在三乘时的-18次方亮起那么其实这边啊这个锁定环路和这个 CW激光引入的这个噪声也是非常小的 那对于其他的波长除了中激光以外的其他的CW激光器呢因为啊我们的参考光输没有相关的一个啊 啊光谱模块来进行一个环外测试 因此我们啊征求了一下客户的意见进行了一个环内测试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环内测试的结果呢其实和啊环外的环外测试的一个结果 基本上是吻合的也就是在一秒的时候呢也大概是在一个啊 六七乘时的-18次方这么样一个量级 那么也就是进一步验证了就是我们这个F1100Quantum的一个啊 一个锁向环路是非常的稳定引入的噪声是非常的小 那这边呢就是F1100Quantum应用到整个的一个487光中中的一个啊 一个原理图中间的这一块呢可以看成是这个F1100Quantum 包括了光输啊1542纳米的超稳激光 以及这边的所有的这个CW激光器 那么呃 等我挑一个 那么这个最后应用到光中上呢 我们因为这个1542纳米的超稳激光 它只是参考到这个超稳枪上 那我们知道这个超稳枪它会 由于老化还有受到温度的影响等等 它的频率会发生长期的稳定度会飘移啊 会有一个频率飘移在上面呢 那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冷原子团的一个物理系统 那我们就可以啊 用这个中激光率 就把纳米的中激光去探测这个 冷原子团的月线普线 那我们有了这个绝对的一个频率参考以后呢 那就可以把这个飘移给它补偿掉 最后反馈到啊这个 Melo的这个系统上的一个Dedrift的这个功能上面 因此呢我们整个的这个激光系统 就全部啊锁定到了这个光中上面 那你可能会问就是说 我现在其实这边看到的都是500到1000 这个大概是可见光的这样一个范围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近红外的光输呢 那原因其实呢有三个 第一个呢就是我 比如说刚才叶老师的那个实验里 他的最好的超紧激光是在1542nm 那第二个原因呢 这边我我的这个光中呢 他的一个频率怎么来测啊 我们需要把这个频率来下边频道 分频到这个射频微波 用微波产生等等的方法去测他的一个频率 第三个呢我们的这个光中的信号 要传到远端 最好是用光啊是用光纤来传 那么这边还需要一个中继的一个CW激光器 锁到这一个1.5微米的光输上 所以说呢我们啊门楼也是啊 一直在致力于啊光纤光输的一个研发 那除了呃光中的应用呢 还有一个比较比较比较潮的一个应用吧 是在量子计算里面 那这边呢是门楼和这家公司 叫做item computing一家啊 致力于真正的可扩展的一个量子计算机的一个公司 啊联合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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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运管 这边上面呢是啊 item computing他们用光镍制啊 支配的这样一个一个冷原子的一个阵列 那下面呢就是一个啊 冷原子这个月签的一个拉比光谱 一个典型的光谱的一个一个特性 那么其实这个嗯 在在这一类的量子计算的一个应用里呢 他的啊 他对激光器他的他的需求和光中是一样的 因为他他们里面都需要用到啊 非常相关非常窄相干时间 相干时间非常长的这种啊 激光器来进行啊冷却以及啊操纵等等 对原子的一个操纵就是这些操作 那好那进入到最后一个介绍就是 是光升微波的一个啊 基于基于这个光输和超纹激光的一个微波产生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MENLO在去年还是前年 去年推出的一个啊 超纹微波源的一个整套的系统 大概也就一米高的一个高度 最下面放了一个超纹激光器 在上面有光输有微波产生的相关的频增 还有光路以及一些所向的电路啊 都集成在这样一个19寸机柜里面非常的方便 那这边是一个原理的介绍 那原理呢还是一样的 就是把利用的是超纹激光的一个超低的相灶 以及光输作为一个出发器的一个光学出发器的一个功能 那把这个光输啊锁定到这样一个光参考上面 最后去探测在射频和微波波段来探测它的重品 那这边是一个探测的结果啊 就是说如果直接来探测的话 我们光输的这个重品大概是在250兆核子 所以它的脉冲进到这个探测器里面 也会发生一个饱和的效应 可以看到它的高频的时候呢 这个新造比下降的比较厉害 怎么办呢 在门路我们是采用这种极连的马赫增德干涉仪的这种方案 就是把这个脉冲呢进到一阶两阶三阶的这种马赫增德干涉仪里面 把脉冲的间隔给它缩小 因此呢就是把它的重品提高 加一个这种马赫增德干涉仪 它的重品可以提高一倍 加三个可以提高八倍 那因此呢 它的250兆的重品再加入了一个三阶的这个马赫增德干涉仪以后呢 它的重品可以提到250兆乘以8 2G的一个重品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在12G赫兹处 它的这个信号呢 也就饱和效应就非常的小 得到了一个17dB新造比的一个提升 那这边是最后的一个12G微波产生的一个结果 那其实这边还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原理的介绍 就是说 为什么光升微波的办法可以得到更好的微波信号呢 因为就是刚才说的基于超级激光 它的一个频率和它的一个相微造声非常的好 然后呢我们变频到微波以后 是用到了光输这么一个一个除发器的一个一个效果吧 然后呢它的噪声可以下降这样一个也可以说是规矩化的一个一个指标啊 可以规矩化可以减少84dB 那么从12G从194到194T到12G是会有一个84dB的一个规矩化的因子 那么这边呢就是一个最后的测量结果 这条红线呢就是 法国巴黎天文台和门楼合作的这个 基于光输的这个超级微波产生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可以说现在还是保持了一个世界纪录的一个水平 特别是在近端呢这个噪声是非常的低 然后呢这个蓝线呢是超级激光 它直接用这个公式规矩化到这个这个这个12G赫兹它的一个相道 就是一个理论的值 可以看到这个红线和蓝线复合的非常的好 也就是说呢光输在这个分屏的过程里面没有产生一个额外的噪声 那这个1k赫兹以后3k赫兹以后啊 这个噪声它是光电探测里面的一个噪声 主要是光电探测里面的一个散力噪声等等来来影响 但是其实呢这个-170多的dbc每赫兹的这样一个水平 对12G赫兹这样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一个造成水平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报告的一个主要内容 欢迎大家下在接下来来提问 然后如果大家的提问还需要就是一段时间 比如说看完视频以后也有问题 可以发到这个我们门楼的这个邮箱里面 我们也会为您详细的来解答 好谢谢大家 来看一下这边后台给我的一个提问 这个有一个问题是multi branch如何解决不同光纤分支之间的 非共模造声这个好像是第一期的一个问题就是 非共模造声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来解决的 我们当然multi branch已经采用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那细节我就不详细说了 就是说我们采用了一个一些非常好的一个环境隔离的方法 把这个环外的噪声把这个 扩普模块的噪声已经给它降到非常的低 可以用于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这个光中的一个应用 当然这个如果说以后光中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我们还可以再来把这个环外的噪声 把这个multi branch的一个环外的噪声也可以来进一步消掉 也是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只不过目前的对于这个应用来说它够用了 所以说也没有说是更进一步的来 来去把工程化这样这样的一个产品 下一个问题 如何看待DKS片上光输和光纤光输的激光性能和应用前景方面的差异 嗯其实上一上一次也有人问这个片上光输和光纤光输的差别这种问题啊 嗯对我来我的理解的话就是片上光输 呃他当然首先他体积小二一个呢他的重品可以做的比较高 那所以呢对比如说天文光输呃还有一些比如说微博产生等等的这些应用也许是一个呃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 而且对于呃光通信呃集成到这样一个一些呃光光通信的芯片上也是非常合适的 那么现在呃片上光输呢门落也在研发 但是片上光输的问题呢他其实就是现在他的噪声还没有办法压制到一个特别低的水平 那比如说这种光输的光中的这种应用里面呢呃还是 还是用呃门落的这种光纤光输来呃才可以做到更低的一个水平 当然门落也是在研发这种片上 相信在呃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退出呃成熟的产品 下一个问题是请问光输稳定性测量中短期稳定性和长期稳定性测量分别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以及短期和长期稳定性代表什么含义这个我切到这 这个PPT呃短期稳定性测量和长期稳定性测量分别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呃其实顾名思义就是我们需要看他呃长期的稳定性的时候就就测长期的稳定性 需要了解他短期的一个噪声的话就测向噪呃就是这么样一个区别 那最好当然是你两个都测特别是如果您能测向噪那向噪 如果测的时间够长那从向噪还可以反推啊稳定度 那短期和长期稳定性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含义呢也就是他的也就是名字啊 就是这样一个含义 嗯下一个问题 buffer的方法产生低噪声rf信号对mzi2b光程X要求高吗 嗯要求其实我也大概了解一点要求应该还是比较高的 需要啊需要需要来啊进行一个非常仔细的一个光纤的呃 剪剪切以及溶接 当然这个因为他怎么说呢 因为我我理解他也不需要你非得是一个呃 嗯完好的一个两级机号你看旁边他也是有这个呃 二百五十兆的它的残留的所以说我理解对于这个剪切呃 呃对于对于这个两比对马可曾的干涉仪两杯光程X要求高是高 但是我们我们不需要一个主动的呃比如说一个主动的方法来控制这个 这个两B的光程X就是需要呃制作这个干涉仪的时候嗯 剪切的这个精度就比如说我们看着这个最后产生的这个微波信号来做这个 马赫尊的干涉仪这样应该应该就可以 还有一个下一个问题是请问 两G微波信号产生用了三节马赫尊的干涉仪是否会引入额外的噪声 应该会引入应该应该是会引入额外的噪声的 那这一部分的噪声也是可以用 比如说你再不加这个干涉仪和加这个干涉仪等等这样的一些方法来 来测试或者说是怎么着了把这个噪声来测出来 对肯定是会会引入噪声的 微波产生的部分 其实可能马赫尊的干涉仪引入的噪声确实是忽略 下一个问题 长期稳定度和短期稳定度都是测量爱轮方差吗 刚才其实说到了长期 短期稳定度呢 最好是用向灶来标准 因为向灶我们可以从比如说0.01赫兹 从多少从1毫赫兹一直测到10兆赫兹 这么这么样一个非常就是说它的 它的变化频率非常高的一个情况 你也可以测到它的一个噪声 长期稳定度当然是用爱轮方差比较方便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是对于线宽比较宽的激光器测量受限于什么 我理解您说的是对于线宽比较宽的激光器用光输直接来测量它的 它的一个线宽受限于什么 我觉得它是主要受限于这个它的线宽到底有多宽 因为光输两根比如说门路的光输 两根输室时间的间隔是250兆赫兹 那如果我这个输室的线宽大于250兆赫兹 甚至是大了好多倍的情况下 可能在拍屏信号的一个读取上面会有问题 那如果如果没有这个比较好的拍屏信号呢 后面的锁定什么的也是也是我没办法做的 还有一个是低频噪声主要有什么因素影响分别 用什么方法降低低频噪声我理解是您是哪块的低频噪声 当然是光输的低频噪声 低频噪声其实也就是相当于长期的一个噪声了 那刚才说了就是门楼的光输的长期稳定度还是比较好的 通过一些环境隔离的方法就可以做到这样一个长期稳定度 如果未来还不够的话也可以用主动反馈的一个方法 还有太宝石光输和光纤光输有什么差异 太宝石的震荡器呢 它的不有噪声是可以做到一个更低的水平 但是刚才也提到就是太宝石光输它的体积比较大 因为它是一个全固体的一个一般是个全固体的一个结构 然后它的锁膜也比较容易失锁 然后它是在800纳米 而且现在光纤光输因为可以看到门楼的光纤光输已经可以用于最最最好的一个光中里面了 所以说太宝石光输复杂的这种结构 我觉得也是也是没有太多的一个优势 还有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问题是 我看您PPT中用的是Modified Allen Diversion 和Allen Diversion有什么区别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有一个历史原因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 大家都是用Allen Diversion 然后后来发现呢 其实用如果用无死去时间的这种 频率计数器来测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要用Modified Allen Diversion 才能评估是评估出一个正确的结果 所以说呢 其实如果而且现在大多数的计数器 都是这种无死去时间的继续器 在这种Lambda模式下 得到的就应该是一个修正暗论方查 所以说最好就是 因为现在业界呢 也就是大家也慢慢的在 越来越多的来使用 修正暗论方查来说这个问题 如果说有差别呢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在一些 如果说您用这个 同样的计数器 但是想看一下 它的Allen方查是什么样子 不想用Modified Allen Diversion 那Allen方查可能在有些 有些时间段 它的就是在 在不同的噪声类型下 它会比修正暗论方查的稳定度 会稍微差一些 差的也就大概一点几倍的一个量级 那怎么说呢 其实用修正暗论方查是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打不开了 下一个问题图片发过来 我已经打不开了 那行 今天的这个时间也到了 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继续在讨论区里留言 如果我们三位嘉宾看到 也会回答 如果说三位嘉宾没有看到 我们最后也会收集到这个问题 然后给您发邮件来回答 再说一下这个T恤的事 就是这个T恤是需要您 不是说注册了 就可以得到这个T恤 不是说您看了 或者回答了问题得到T恤 而这后面 您要回答这个反馈问卷 我们会给您这个T恤 作为礼物 前100名的观众 然后您最好是把这个 您的地址 收货地址 全名 还有电话单位等等 这些信息都留下 方便我们来把这个T恤邮寄给您 那好 那今天的这个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由于时间关系 本次课程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嘉宾的精彩分享 和大家的积极参与 如果需要观看直播回放 大家可以扫描蓝色二维码 关注光电汇欧一秀微信公众号 进入点击直播回放 即可购买课程观看 我们也为本次会议建立了交流群 欢迎扫描 橙色二维码申请入群 与行业同仁继续交流 光学手册持续热销中 现代架构 还有好礼及优惠 欢迎咨询 呢 财备 事剣 计划 dol ãy 感谢观看